台七十二線銅鑼路短 路中間放滿了三角錐 突然碰到一聲 兩名施工工人被砂石車撞倒在地 砂石車卻沒有停車查看 直接開走 救護車趕到現場時 兩名年輕工人還躺在地上 身體都有多處擦傷 二十七歲的廖姓工人 頸椎受傷 爐內出血 三十八歲的宋姓工人 腰背疼痛 還原肇事經過 當時大白天下午四點 視線非常清晰 台七十二線 柏油路面施工 縮減勝一線道 趙氏砂石車行進施工路段 他開在外車道 兩名年輕工人在內外車道中間 正放置三角錐指揮交通 砂石車卻直直朝兩人撞過去 撞人之後 雖然有微微的踩砂車 卻繼續往前開走 他肇事逃逸 駕駛工程 他行進該路段 他是以為插狀壓到擺在 該管制路段的加龍追 而不知道有壓傷人 追趙陶的駕駛 警方以車找人 從砂石車的車牌找到公司 很快在隔天早上八點 距離事發僅十六個小時 四十六歲的砂石車駕駛倒案 記者彭志平李若真 苗栗採訪報導 我絕對 我絕對 你 又 那 我絕對 你